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次视频给大家介绍LTVR5的两个用于导航的标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标记是NOW,它是导航标记,用于页面的导航部分 第二个是Assign,是补充说明,用于页面一些名词解释等等的说明部分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每一个定义 NOW标记它表彻页面内导航的部分 比如说页面页头的导航条,或者是页面两边的边条等 当然它也可以是文章的轮廓的部分的内容等等 好,我们看一下NOW标记的写法,就是这样,写上一个NOW标记 什么里面的内容呢,是导航的内容,咱们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首先是一个标题主菜单,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导航内容就在这个地方,用UL列表标记写出来 然后下面的每一个LI就是这个导航区域的导航内容 我通过这个区域呢,可以点击到比如说主页,可以新闻,博客,我们等等 当然每个导航内容呢,其实咱们一般都是用一个A链接 给它链接起来,比如说主页部分呢 我把它链接到一个网页上去,或者是一个UR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新闻,博客,我们呢,也是同样要加上一个A链接 这样的完成导航的功能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Assight标记的定义 Assight标记呢,它是补充说明,角柱,注解等 与页面主要内容没有直接关系 仅仅是一些附加说明性的内容 比如说一些名词解释啊等等 这些内容呢,咱们一般写到这个Assight标记当中 好,我们看一下Assight标记的写法 在这地方呢,我先定义了一篇文章 Article,里面呢,用一个自然段P标记呢 这是文章的内容 在笔章内容当中呢,我用到了一个名词叫做Flash 这个地方呢,我给上一个这个星号1 说明呢,我要对这个Flash的名词进行一定解释 好,下面这个Assight的部分呢 就是我对这个名词进行解释 不好意思,这点我写错了 应该是名词解释,不是名字解释 行,稍等 好的,下面呢,就是对Flash这个名词进行一些解释 这些解释内容呢,我们一边把它放到Assight标记里面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综合的例子 这个呢,在一般的博客网站的应用比较多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容 这个呢,是一般博客网站的编条 或者叫做编布菜单的写法 咱们看看它的内容 首先是一个Assight 说明这是一个补充内容区域 然后在这里呢,我写了两个导航区域 是Nav最近博文 还有一个Nav是博客分类 最近博文呢,表示我最近发表了哪些个文章 然后博客博文分类呢,表示我的文章分为哪几类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写上了 技术文章,还有一个是生活随笔 比如说我在技术文章边上 一般再加上一个这个分类有多少篇文章 比如说是五篇 然后呢,生活随笔比如说是三篇 这样看起来呢,可能更便于理解一些吧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在这地方呢,我今天给大家写好了一篇博文 然后呢,也用到了编条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一个主内容区域 然后在主内容区里面呢 是我的这篇文章的具体的内容 文章的里面有一个标题 当然是在HIDA部分,头部 然后呢,有三个自然段 接下来是Footer部分 来表示文章作者和发表的时间 这个呢,是一篇非常标准的 博文发表的HTML5的标记的写法 好的,咱们再看一下编条的写法 编条的写法呢 和刚刚给大家讲解的内容呢 是完全的一样 咱们再简单的看一下 有两个纳武区域 分别是最近博文和博文的分类 然后呢,最近博文是最近发表的文章 博文分类呢 是我的文章的分类 好,咱们就这个网页 咱们运行看一下效果 好的,网页已经显示出来了 咱们看 这是一个博客博文的标题 然后这三个呢 是这个文章的内容 三个自然段 下面呢,是脚步部分 作者和发表的日期 接下来是咱们这篇 不是这篇文章 是整个博客的一些个分类 比如说我最近博文 还是博文的分类 都在这个地方进行技术 大家看起来可能稍微有点 这个网页不是很美观 其实以后咱们再加上样式单之后呢 就比如说咱们把这个最近博文 和博文分类放到这个网页的右边 然后呢 咱们的博文内容呢 放到左边 然后做成一个8比2的比例对齐 也都是可以的 这是咱们今后所讲解的部分 这个呢 就是LTMI5导航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 也欢迎您留言和我讨论 好的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